最近一段时间 女排主教练蔡斌指导 无疑是中国体育圈最火的人 不过显然 这种火并不是蔡斌指导所期待的 为什么呢 此前女排式联赛 蔡斌指导带队拿到了亚军 这也是中国女排参加式联赛以来的最好成绩 这也让蔡斌指导身上多了许多的赞美声 甚至很多球迷开始表示 哪怕没有朱婷、张长宁 哪怕没有郎婷指导回归 蔡斌指导依旧能够将中国女排带回到巅峰 可是有的时候 时间是最好的检验 世界大赛也是对于一支球队实力最好的检验 女排奥运资格赛 这个和此前商业性质比较浓的是联赛不同 在这样的比赛中没有球队会轮休主力 大家都是火力全开 开局的三连胜 随后中国女排意外地输给了加拿大和波兰 随后又输给了直接竞争对手多米尼加女排 连续的三连败 让中国女排提前退出了直通巴黎奥运门票的竞争 这三场比赛中 蔡斌指导让人窒息的指挥 也是让很多球迷在比赛现场开始怒骂蔡斌指导喊话让她下课 甚至在赛后 这些球迷围堵了女排大巴要求蔡斌下课 作为一个教练被要求下课 当时让人觉得诡异的是 在输给了多米尼加女排后 蔡斌指导没有陪同队长袁新月一起去签比赛的确认表 而是选择了提前退场 在退场的时候 场边的球迷也是怒骂并且喊话蔡斌指导下课 可是诡异的是 听到球迷的喊声 蔡斌没有内疚 也没有愤怒 而是露出笑容 快步地走回了更衣室 被球迷怒骂喊话下课 蔡斌指导为何还露出笑容呢 或许这和赖亚文的决定有关 为什么这样说呢 如果赖亚文要跟蔡斌指导的位置 蔡斌肯并没有这样的心 而蔡斌之所以短暂的大 但对球迷致命还有无可的情绪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位置 狗迷暂合不来的 甚至蔡斌指导的笑容 可能包含着对于球迷的嘲笑 因为球迷对于他无可奈何 蔡斌的位置稳固吗 这一点从24日奥运资格赛结束后 中国排鞋公布的女排亚运会大名单 就能得到证明 蔡斌依旧是女排的主教练 这也意味着蔡斌将得到一次缓冲的机会 如果带领女排夺冠 蔡斌还是很有可能继续留任的 虽然现阶段 绝大部分的球迷是期待蔡斌下课的 可是赖亚文这边也是做出了决定 在亚运会前 蔡斌的位置肯定是安全的 或许这也是蔡斌底气的来源 绝大部分的地球迷 gone 所以对ике你们的核心 现在可以做出决定是当不怕的 是否定的 但我不要也认为 这就是这个决定的 就是这个决定的